中医为什么说都让人多喝热水 实际上中医他也会否认这个东西 它也不是什么医 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水是要向上升 必须要热 我们知道水它是顺了而下的 所以和水有热的会存留的更多 人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水 你看地球是母亲它也是生命 自然界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人刚生下来婴儿 你看都白白胖胖的 凡是健康的 那么身体大多数都是水 而年纪越来越大 它就是一个使水的过程 皱纹全都出来了 喝再多水 它也不吸收了 那它就充满不了这些 人体的 五脏流浮 表现出来的 自然的 有水分 风润就不够了 那小孩子 他天然的 内股能量 天一生水 他就元气满满 那整体上来说 他一定是这样 过来人 但凡懂一点 经验的 都会告诉你 多喝热水 这是自然而好的 那你说习惯人 怎么喝凉水 那他们 一是习惯了 二就是 也不懂事 他们习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身体 显得更强壮一些 因为他们 出生在 很冷的地方 多一些 那么 能身体扛得住 这些冷的东西 那喝热水 对他们同样有好处 那你说 那非洲人呢 得要喝热水吗 那那个时候 当你 到夏天的时候 也是一样 适当的一些 凉水 包括饮料啊 可能会 更 感觉到 清爽 那是 特殊情况 在很热的时候 你当然 有一些凉的不及 但是也会有人说 你喝热水 反而是 更能 这个让毛孔打开 更长久的 感觉到 凉爽 解克 那也有一定道理 但总体来说呢 人间是阳间 那先天 那一点 阳气 还是要多补充的 冷的东西 当你越年纪大 越懂 那你小时候 好像很怕热 很怕过夏天 老了都怕 过冬天 所以它自然 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自然要 多多少少的 给它补一点 能补多少 是多少 但 你再补 也补不完全 所以啊 这 都是好处 所谓万能的热水 其实也不光是热水 很多习惯 都是万能的 暗示睡觉啊 那太阳落了 你就跟太阳一起啊 就是能量不够了嘛 阳气不够了嘛 所以让你 补充嘛 就冬眠嘛 那一日 自己在于春 在于晨 那一天同样 到了晚上 那不行了 你就睡觉 就这样补 你补不好 时间长了 就磨磨精神 就越来越少了 年轻还好一点 年轻 有的时候喝点凉 那好像感觉的更快 更贵 但长期 以往 你也就知道 自然是不好的 包括多泡脚啊 热水脚 那这些都是中国 老的传统习惯 按时的作息 早睡早起 那当然了 冬天更要早睡 就跟进去 太阳